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针对一批中国官员的最新制裁 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所公布的名单 有以下几位官员被制裁 他们分别是王晨王东明张春贤定仲理 伍维华蔡达峰曹建明陈竹 白马赤林郝明金一鸣八海吉炳轩沈月月万厄乡 尽管这些人并没有与香港直接沟通经验 但是几位人被列为十三届人大常委主席团常务主席 因此间接对侵害香港自由起到了作用 特别是在推出并通过港版国安法方面 但是此前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所提出的栗战书和韩正 并未列在制裁名单上 而普遍认为真正对于港版国安法推出并起到决定作用的 是习近平韩正和栗战书三人 显然行不上常委似乎在美国制裁这里也有效 在被制裁的名单中有几个名字引起关注 首先就是曹建明 曹建明是央视主持人王小鸭的丈夫 此前由于受到周永康案的牵连 曾经被中纪委约谈数字 一度盛传作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曹建明出现了精神恍惚 甚至是无法正常工作的状况 甚至还出现了他与王小鸭离婚的传闻 但是曹建明随后获得了习近平的一次特别见面 被认为咸鱼翻山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 王小鸭与曹建明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出现意外 但是两个人这的确在二零一四年初度过了一段比较消沉的日子 根据外参杂志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来自中央政法系统的消息来源 详细地介绍了曹建明与王小鸭一段时间的感情经历 当时王小鸭和曹建明被曝光设入周永康案 曹建明被中纪委约谈 消息来源使用惊弓之鸟 精神恍惚惶惶惶不可终日来形容当时的曹建明 根据了解曹建明本人的消息来源透露 那个时候曹建明几乎夜夜失眠 吃了安眠药解决不了睡眠问题 每晚休息不好 白天在最高检上班时无精打采神不守舍 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检的日常工作只能由一位副检察长来代替 如果曹建明还能够继续正常工作的话 一般来讲日常工作根本不会由副手来处理 而这一位消息人员当时还透露 看到曹建明如此可怜兮兮的样子 有一位能与习近平说上话的高层向习近平求情 说既然中纪委没有查出曹建明太大的腐败问题 希望中央放过他一马 而当时习近平问 有没有查出曹建明与周永康案的相关问题呢 而这位消息人员则表示 在周永康主政政法时期 曹建明确实拍了很多马屁 对周永康也唯命是从 但是没有查出他太深的问题 曹建明算是个书生 不是一个官场上的人 此外曹建明的妻子王小鸭有负面传闻 但是没有涉及到犯罪层面 顶多算是个人生活问题 而另外一个消息来源则表示 这位曹建明说情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江泽民 而之所以说情就是对于来自上海帮高官的保护 再加上当初曹建明对于江泽民的关系 江边与习讲 曹目前状况太可怜 不过是个书生 没有卷入周永康案 而消息来源又向外参透露 习近平得到这些后 考虑到最高检正常工作 以及曹建明涉入案件不深 当时就表态同意不再追究曹建明的问题 又在二零一四年春节期间 特意去见了曹建明 而据说当时习近平还说 不能够因为周案把政法委一窝端 还是要保证政法委正常运转 对于那些涉案很深影响很坏的政法官员绝不姑息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习近平去见曹建明 与曹建明谈话结束后 亲自送他离开 在快到门口时习近平还突然问曹建明 小鸭现在怎么样 曹建明据说当时不知如何回答 只表示外界对他传闻很多 王小鸭本人压力也很大 而习近平就接着说 我在福建工作时小鸭曾经采访过我 我在浙江工作时也看小鸭的节目 请代我向小鸭问好 而据消息人士透露 在被习近平召见后 曹建明就像换了一个人 一下子变成了正常人 然后又像以前一样了 而熟悉曹建明的消息来源私下向外参透露 的确让人觉得有一些出乎意料 消息来人还表示 为了证明自己与周永康划清界限 表明自己不会像外界所传的那样即将受到清洗 曹建明特意把习近平的谈话印成了文件下发给检察院 甚至连习近平最后问候王小鸭的那几句话 也堂而皇之地印到文件上 这样的举动在最高前引起了一些轰动 大小检察官们一度议论纷纷 而当时消息人士引述最高检部门负责人说 现在我们曹检察长跟过去几个月完全不同 搞得我们也搞不清楚 早前的曹检察长到底是真病了还是装的 也有人说没看出曹检察长演技这么高 把全院的人都给忽悠了 戏称曹建明是现代版的华子良 而根据消息来源对外参透露 王小鸭与曹建明的婚姻关系 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糟糕 更没有到离婚的地步 王小鸭个人生活方面的传闻 比如有一些老板大肆宣扬与王小鸭关系如何不一般 曾经传到曹建明的耳朵里 但是曹建明对这些传闻不以为然 另外在制裁名单中相当引起注意的名字就是王晨 此前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报道 在习近平出任总书记的同时 就安排自己当年下乡插队的两个北京哥们 王岐山和王晨 一个出任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 另外一个则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 从政府角度为习近平把关宣传 严控网络媒体 外界早已知道王岐山当年在延安和习近平曾经睡过一张土炕 钻过一个被窝 但是少见报道的是 当年也是和习近平一起从北京到延安插队的王晨 因为早早被提干 所以习近平被推荐上大学之前 王晨已经是延安地委办公室的干部 在习近平被推荐上大学的过程中 正是因为王晨的具体运作 力争习近平属于可以教育的好子女 才有了习近平日后和晨曦在清华同窗的经历 王晨比习近平年轻两岁 现在是中共政权内比习近平入室更早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此前据公开消息报道 一九六九年一月他和习近平王岐山等同时乘上西区列车 王晨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就被当地的贫下中农考察过关 加入中国共产党 而习近平入室的这个第一步则整整花了五年 入室的早日后被提拔的也早 所以王晨官至正省不及时间 不仅远远早于蔡奇陈希等人 也远远早于陈敏尔李鸿忠等 早在二零零一年就已经由中宣部副部长来升任正省部级的人民日报总编辑 和习近平一样从十六大开始成为中央委员 正因为有习近平这样的特殊关系 习近平在十八大省接班总书记之后 当年主持最重要的人事安排 被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 安排了一大票副国级职务的中央政治局建设人选时 王晨就被安排为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从王晨之后被公开的报道活动内容看 他目前所担的主要指责之一 就是当年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所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的工作内容 立法第二就是之前提到的从政府的角度来监管互联网 可惜这样的特殊安排却没有能够给他带来长期的好运 正由于人大在针对香港国安法中所起到的作用 王晨这次被率先列入制裁名单 名单中又引起关注的是张春贤 张春贤曾经主任新疆被认为是柔姓治疆的代表 与陈全国刚姓治疆形成了对比 但是外界有关于张春贤的观察却是在二零一六年发生的一段趋势 中国领导人聚会的两会期间向来是北京高度敏感时期 而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全国高唱红歌 网络上又出现了恶搞红歌之举 不同背景的网站还出现了要求习近平下台罢免李克强等文章 而当时由张春贤领导新疆其宣传部主办的媒体无界新闻 被发现刊登了一篇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 信件随后很快被删除 而有分析人士说这是黑客所谓并不是网站干的 而有关文章出现后几天网上又流传下款为山西毛学祖发出的长文 要求罢免李克强说他经济政策失效 无财无德当总理 因此当时一度流传是否出现了反习声浪 中央高层对习近平搞个人崇拜极端不满 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声音在官媒出现等等等等 但是普遍认为这只是网络意外 但就在风头最紧的时候 有香港媒体去问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是否支持习近平领导 张春贤当时说再说吧再说 在网上广媒流传被认为是不愿意明确表态支持习近平领导 但是这样的一番表态普遍被认为是有被过度解读的嫌疑 张春贤虽然被视为是江派人马 当年是有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举荐出任新疆党委书记 但是习近平曾经陪同他到新疆履新 周永康下马后张春贤的处境一度惹人关注 但后平稳落地谣言也不攻自破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